Hello 大家好 今天做一个小杏鲍菇焖排骨 喜欢吃杏鲍菇的朋友就进来看一下啦 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菜谱是怎样做的 首先将排骨泡水半个小时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红萝卜 将红萝卜的皮去掉 然后将红萝卜的头尾都去掉 再将它切开段 然后再将它切成块 红萝卜块可以切厚一点 现在将切好的红萝卜放在碟子里备用 再准备一些西兰花 将西兰花切开两边 切的时候切一半 然后将西兰花撕开 这样西兰花的花就不会散 将西兰花放入水里 准备一包小杏鲍菇 买小杏鲍菇 尽量买大小一样的 将西兰花和小杏鲍菇用清水清洗两遍 洗的时候不要太大力 太大力小杏鲍菇很容易烂 洗好后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几个蒜头 将蒜头压扁 然后再将蒜头切碎 切的尽量碎一点 然后再放入碟子里备用 半个小时后排骨也泡好了 将排骨捞起来 再放入盆子里 用清水再清洗两遍 排骨用水泡 这样才能够去掉排骨里面的血腥味 和冰箱里面的臭味 这样煮出来的排骨才香 没有猪肉的臭味 将洗好的排骨捞起来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调味料 白糖 八角粉 辣椒粉 胡椒粉 五香粉 辣椒酱 酱油 蚝油 豆瓣酱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材料准备后就可以开炉了 锅热的时候倒入油 将油均匀的铺在锅里 油热后将准备好的排骨倒入锅里 然后将排骨筋箱 大约煎一分钟 看到排骨的肉有一点焦香 然后再将蒜蓉倒进来 将蒜蓉和排骨翻炒均匀 炒到你闻到蒜蓉的香味 大约30秒 再把刚才调好的调味料 将它倒入排骨里面 再将它和排骨翻炒均匀 这样大约炒30秒 让酱汁包裹着排骨 现在看起来排骨已经好香了 然后将排骨铺平在锅里 倒入冷水 将排骨移动一下 这样不会令到排骨练锅 将切好的红萝卜 倒入排骨中 将红萝卜也泡在汤汁里 然后盖上盖子 将大火转小火 煮30分钟 30分钟很快就到啦 先去盖子看一下 哇 排骨和蒜蓉的味道特别香 将排骨铺盖一下 这样不会粘锅 将准备好的西兰花 小杏全包固 均匀的放在排骨上 将所有的材料翻炒一下 令到所有的材料都能收汁 这一道菜实在是太香了 如果你想排骨还烂一点 你可以煮它45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 这样排骨会更加的软烂 放入西兰花后再煮2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一把香葱 将香葱切成葱花 2分钟后将葱花撒上排骨上面 排骨焖小心包咕就做好了 排骨特别香 西兰花吸收汤汁的味道 特别鲜甜 这一道食谱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点赞哦 有时间给我一个留言 或者写一个评论给我 我会很快就回复你了 现在将排骨用碟子装起来 装好就准备开放了 如果你想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按一下订阅 然后再按一下小叮当 每天我都会更新一道食谱 好了 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我要去吃饭啦 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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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